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走过了一大半的岁月之后 你再回头去看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 确实有很多外在的一个助缘 他帮助我们在逐渐的成长 我们面对所有在修行路上 给予我们帮助的那些前显 无论跟他的姻缘是短是长 总是要抱持着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这些贵人的到来 一个又一个的闲间 就会让我们这一生在修道的路上 永远不会有中断的危险 他就奠定了未来生 我们在来人间学到的时候 有一个扎实的基础 可以让我们更为强壮地 迎向了自己成佛的这条路 其实我们在研究经典的一个 最重要性 在于如果没有经典做依据 我们在末法时期 面对那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 你没有排除的那种力量的时候 他糟糕的就是我们会陷入到一个困境 我们不知不觉的被别人导入到一个错误的修行的方向 那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能力 可以判断我们自己学到的路 这个脚步就可以更为坚定 后学因为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主线 同时在做一些交流 我很了解现在外面 这个修办的氛围相当的不好 因为有各种层出不穷的 那种奇奇怪怪的利润点 有的是来自于讲师辈 有的是来自于上位者 后学从来都是有一个观念 在我学到的路上 我绝对是依理不依人的 因为我依理 我可以保住我自己 我也可以不要让那些错误的人 去多担了一条 坏人法身毁灭的一个罪过 我在一路的学办的路上 这种怪力乱神 违背佛法的事情 也屡见不显 我就越来越能体会 为什么过去一些古得奖 学到如牛毛 成到如牛角 因为学到的人都是用心要学 可是往往因为自己累世的因缘不同 加上这一生 又不愿意投入时间 去多研读圣人之教 所以我见了好多的前嫌 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严格来讲 他们走向了毁灭的一条途径 也就是走到了旁门走道去了 如果只是改变中门 跑到基督教佛教 在我个人看法认为 那个还都无法 因为是个人的因缘 毕竟都是正宗正派 可是有一些奇怪的邪说 如果我们无从判断 我们就贸贸然跟着去走 最后害死自己 也害死什么 那些相信我们的人 却被我们所误导 所以后学一路走修行的路 我特别强调礼路的问题 这可能也跟自己累世 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也有关联性 我也很庆幸 在年轻的时候 很早就涉入到各教经典 如果以现在的年纪来看 看我自己的体力 我要涉猎一本新的经典 确确实实 不会像四年前那么方便 我有的时候在看 《人言经》讲记 看其他的经典的讲记 我都好讶异 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现在光一本《人情经》讲记 在我手上就写写停停 写写停停 那股冲劲 那股恒心 那股毅力 好像随着年岁的增长 也慢慢的 有那么一点点的淡泊 我想岁月催人老 所带来生理上的一个衰老 它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 所以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趁自己 可以学的时候 你尽量去学 因为它不仅仅 影响你这一生的成败 它对你未来修行 还有一个相当紧密的关系 礼路只要打下去 扎实的基础 你生生世世 是利于不败 而也唯有礼路健全 才有成佛的一个机会 佛陀讲 般若为诸佛之女 意思是 你没有智慧 你是不可能 有一个成功的结果 我们在研究 我们在研究王凤 言行录的时候 后学回想起过去三十年前 我也不过把他当成了一个人 他在平常生活 立身处事的态度 那个时候没有涉猎各教的经典 对于修行应该遵循的一些的要诀 譬如戒定会的一个内涵 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可是经过了三十年之后 我再回头来看王凤言行录 我才亚人惊觉 其实在这一本书里面 他完完全全 谈的也就是戒定会三学 什么叫戒 你把你分内的事情 你都做了 你该做的你都做了 你不该做的 你不要不做非为 所谓的戒就是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我们慢慢研读到后面的内容 你会发觉 王先生他完全都依循着戒律再去走 而且他依循着是大圣戒 我们一直讲定 用这个方法陪定 用那个方法陪定 王先生不认识字 也没有涉猎这么多的经典 所以他陪定的方法很容易 他就是时时关照自己的心 让这个心不要外散 我们在下一次上课 也会看到他陪定的一个过程 我们一贯到地址 常常很自傲 我们有三宝 透过三宝来 会练自己的真心 那是一条捷径 但是我们问我们自己 你不要看别人 也要问你自己 关于三宝心法 我们听了这么多次 我们朗朗上口 几几乎我只要在 从第二届培训讲师 一直到现在第六届 没有一个人不提三宝心法 可是从第二届到第六届 历经了几十年了 有一个真正定功成就的人吗 我不说别人 光我这一个指导讲师 都好像断断续续的 所以纵然你有一个 很好的工具在手 我们如果没有用心去学习 没有用心去落实 那个工具与你我而言 也不过就是一个废弃物 你入宝山 终究是通手 离开那个地方 没有戒没有定 你就没有所谓的 波容妙智慧 智慧除了我们在听经文法 去从经典上 汲取一些经验之外 它还会最重要的一部分 是我们透过经典的技术的内容 然后往里面去减点我自己的身口意 我改变了我的习性 改变了我的笔性 所以被这些无名覆盖 下面朋友的智慧 它就展现出光明 使觉制造本觉理体 它的目的在于这里 所以我们如果只有听经文法 但是我们回到家里 我们没有时时关心 不论在顺境逆境 我们还是依循着过去 没有学到的那个样子 在对应的时候 其实那个智慧是不会自己跑出来的 不会因为我多读了几本经典 我就代表是一个保读诗书的人 你或许诗书读的很多 但是你不能用它 对我们而言 那些经典就形同绝难 它没有任何的意思 所以读经是要让我们对号入座 你要对号入座 就是每一次六分对应六成的时候 我看见了我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落在善还是落在恶的区块 如果落在善的那个方面 我以身善另增长 你要把它付助于行动 如果它是落在恶的那个区块 我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除 我们能做到这样子 其实你就等同做到儒家所谓的圣读 圣读是圣人才有一个修养 可是我们用这么简单的方法 天天儒式关照自己 你习惯可以成自然 而这个好的习惯 它就跟道息息相关了 所有的界定会三学 就在不断的回光返照之下 你就一气呵成 所以我们要关心 我们在圣记里面 看到自己 有没有因为眼前的春风得意 激发出我更多的贪望之心 其实这样的人 我在道场上也没有少见 我有多少我就够了 可是当你有了那些的时候 我应该还可以拥有更多 反正也不会妨碍 我在道场上去帮办 圣语凡之间 我坦白告诉你 他绝对是互相冲突的 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 当你把多半的时间 放在帆页上 去累积你的财富的时候 请问你 你也有多余的体力 去从事修行的一个工作 往往这些人 他都不欠钱的 他的财富已经是在一般人里面 他可以是高人一等的 可是就是一个贪字 当你贪得无厌的时候 你想要改变你的坎坷的命运 那是不可能的 各位前写 要改变命运 一定要改变思维 不要既望 我捐一点钱 我做一点工作 我的命运 它就可以 幡然改变过来 不可能 当初是因为 我们没有智慧 判断是非对错 我们做错的事情 所以你在哪里跌倒 你要在哪里去站起来 所以一灯能灭千年岸 你六万多年来的罪过错 都是源自于意理不明 有阔业 你看不清事实的状况 凭借着意识的冲动 主观意识的一个坚固执着 我们去做出了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个叫业 然后就形成了 我们的命运上面的甘甜苦辣 不要以为眼前的顺境 就代表你过去生修得好 我们是重业先感 轻业后报 当顺境来的时候 你没有快马加鞭 去补足自己过去生的不足 那接着等我们的 就是你后面残余的那些的考验了 他接踵而来的就是不顺心的事情 所以我刚好前天又碰到一位情形 在挨墨 要跟后学问性医疗法 我也没有多说话 谈性医疗法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给屡次跟前贤能提起来 它确实有莫大的功效 它的功效是来自于你自己 不是我教了你什么 而是你能不能够老老实实 面对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缺点 你承不承认你犯了这些错 口头上我错了 你骗不了老天的 一个真实能够认错的人 从心里发入忏悔 他会带动生理的反应 透过五脏六脖的翻脚 就把那个毒素排出来 那个是无法骗人的 所以他们跟后学约时间 我说我答应 你要谈我就跟你聊 但是我心里也有一个苦 我们的个性如果不干 你听不下别人讲你任何的不好 请问你 心里疗法与你有何一呢 所以各位前前要把握自己 在圣经的时候 不要起贪心 对于财富的东西 我老实跟你们讲一句话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当你一直妄想要多累积财富 让自己的后代子孙 减少一些奋斗 你就等于把你孩子的未来 给灼伤 给掐死 给切断 因为你自己父母都看不起他能够独立 那他又焉能得到别人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研究意理要深信意理 我研究道理 但是对佛所说的话 我半信半疑 或者是我听了 但是我的作为跟他不符合 你永远感受不到佛法的尊贵 我可以很老实告诉你们 我用了三次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学了这么多的道理 我如果不在关键的时候用出来 我研究深信佛法 它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用 足足等了六年 去验证出它的效果 你第一次有了具体的成功 第二次第三次 它就信手拈来 你会依教奉行 所以顺境不要贪了 那一记里面 我们就容易看到自己对道的信心有多少 同修倒伴聚在一起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难免会说长道短 对于这些东西 真的不需要记在心里面 就算儿外去顶个两句 事后也真的应该要风平让进 就让它过去吧 你不把一些事情放过去 你总是将别人对我们的负面的批评 本本于怀 你折磨的是你自己 你包括我们这些有家庭的人 你在家庭里面 你过去前半生曾经遇到的一些逆境 你也要学会放下 你不放下垂垂老矣 你能够过去的人生再走一遭吗 所以放下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关爱 放下是给自己可以很干脆迎向自己光明的未来 尤其我们修大圣 不少道 不是我们一直挂在口头上讲 我要下话众生吗 你要下话众生 你经不起人家三言聊语的挑拨 抄不让有肥刚肥刚不不条 释迦牟尼佛贵为什么 使法界之尊呢 他当年度化众生的时候 没有人背叛他吗 每一个人都对他恭敬吗 提婆达多 善心比丘 都是他的血清啊 都跟着他学啊 到最后都害他 然后有一些不法的外道 要夺他性命 还有一些昆道寡怜险死 要嫁后于他 侯头面对这些东西 他闻风不动 所有不该有的傍言傍语 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家住在我们身上 就像仰天射箭 那最后那个剑 还是会掉到地上来 与我又有核損了 你常常这样想 你就能够让这颗心 越来越安定 所以尽管一开始 可能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还会有一些不平之气 我觉得难免 可是随着我们自我叮咛 自我关照的功夫 越来越熟练了 你会发现 那个不平之气 残留在我们心里面的时间 越来越短暂 这就是修行带来的一个奥妙 这是什么叫定功 定功就是面对圣经逆境的时候 我心能够心如止水 会随着外境的一个干扰 保持心的一个宁静 这个叫定功 那我们看王凤鱼先生 在他这一本书里面 他有没有视线定功 我想应该有吧 那个高石桥 他在那边煮饭 在那边做工 那个屋子里奇臭无比 他不是练个六根的洞吗 所以我们要练自己的定功 怎么练 很简单 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学住 守住自己的真心 不要心随进转 心不随进转 八风不动 心随进转 典型凡夫 看到什么东西 喜怒哀乐之情 游然而生 这不就很糟糕吗 所以长讲 赔定赔定 一到关键点的地方 高下就力探了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 除了实时关心以外 你还要处处用心 你处处用心 就是针对自己的弱处 我们要去做一个补强 学这么多的道理 就是希望 这些道理往里面 调伏自己不好的脾气毛病 克服自己不当有的欲望 克己而后才能复理 所以遇到任何一件事情 总是要让自己 诚心保守 这个诚心保守 也就是吴祖所讲的 了然守住你的真心 你了解外境一切的变化 但是 你无事于那些风风雨雨 只是很安静的 守住自己的本心 在这一点上面 我必须公开 佩服我们的张兄 我这一天 这几天反反复复思维 论道场的意理 后学懂得远远超过于他 论参与道场帮办的事物 他跟后学是不能比的 可是论个人的修养 借定会这三学 我就发觉 可能未来 成就会在后学之上 不论你再知青的人 一旦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前程去做负责 谁也沾不了谁的光 所以活着最大的好处 就是让我们能够不间断的去培养自己的清净心 现在不如人 我代表以后要继续比不上别人 我知道我不如人 我在哪里要去强化我自己 我只要憑改变 只要憑努力 我依然可以迎头板上 所以要保有清净心 他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将佛法跟生活融合在一起 有佛法才有办法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离开的佛法 你找不到解决烦恼根源的工具 所以运用佛法就能转烦恼于菩提 所有困住你的事情是我们的烦恼 可是当你破解了这些疑惑以后 你的智慧就油然而生了 所以佛陀在《人言经》讲 若能转静则同如来 我们羡慕佛 佛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在任何一个静里面 佛是那个静的主人 而我们一般人 却让外境做我们的主人 来支配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虽然讲二十一世纪 我们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 我们都是一个很自由的人 其实各位浅贤 去仔细想想 你根本就不自由 你做得了你的主人吗 一句话一件事都有可能让我们懊恼很久 请问你 你哪里是你自己的主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难免因为累积的因缘 因为我们前半生 某一些处理事情的不当 在生活当中留下一些坎坷 有一些伤痛 有一些疮疤 但是如果因为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就举步不前 那所有这一生你遇到的挫折 未来生 他依然很等在我们的前面 你要让自己累积的生命 都充满了悔色吗 你愿意去迎向这样的一个未来吗 所以刚刚讲转烦恼为菩提 他用白话来讲 我们遇到一些的横梗在前面的障碍 如果你要让那些问题摆在你的前面 他确实让我们寸步难行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挫折 去汲取一些失败的经验 然后我们锻炼自己 那么再大的困境 他也会形成你智慧开发出来的一股智力 我们仔细想想这一路人生的成长 不是很多东西都是在不断的失败当中 摸索出一个结论吗 所以学到一定要懂得静随心转 要做那个外境的一个主人 我们才能够解脱自在 如果我们到现在还变成心随静转 让外境来支配我们 那么我们就是凡夫 所以要觉得自己的修养 有没有进步就从这么简单的地方去做一个审核 就可以给自己一个答案了 接着我们谈历史练心 你学到没有离开 付出用心 实时关心 以及历史练心 历史练心就很像古德讲的 一个刀要锋利 他一定要把刀放在磨刀石上去磨 你如果离开了磨刀石刀就无法锋利了 即便现在科学一直进步 我们厨房的刀具不是每年年底的时候 还是有人用心把它磨一遍 我们在切菜的过程才能更轻松自在 所以我们遇到的所有的挫折 不论大大小小 他都像一个磨刀石 在淬炼我们的智慧剑 帮助他更为锋利啊 所以历史练心练什么心 练一个简单心 简单心就是真心 真心就是清静心 清静心一定是闻风不动 地心不乱的 所以培养界定会三学 一定是在我们遇到一些事情 在境界中才能成就的 我们如果没有外在的境界 来给我们做一个测验 我们不会知道自己修行的伙候在哪里 而老师曾经在师尊词语里面讲过 你将来回天的五个条件 其中一条就是伙候 我的德性怎样 我的戒律如何 我的愿行如何 伙候就是你到底修到什么样的一个成功啊 所以遇到事情 刚好给我们有机会减点自己 是不是还有努力的空间呢 这两天陆续有人在跟后学问到了 坐禅的问题 有人说要坐禅 有人说不要坐禅 后学最大的感慨就是 我们给人的答案永远是偏听 什么叫偏听 偏听就是边界啊 佛讲的五个斜见里面的边界 边界就是偏见 偏于一端的意思 禅就是心 禅就是道 平常心就是道 平常心就是禅 所以你要谈到禅这个字 听起来很高声 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 腐蚀皆可见到 你把它定位的很奇怪 就容易被别人导入到一个歧途走错的方向 我们一直在读六祖谈经 他的内容 连读过一遍两遍三遍 我们背得很熟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有这样要求自己 我们有真的了解这句话的内涵是什么吗 惠人大师不是讲 于一切处而不住向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处是讲空间的 你面对任何人事物 你不住向 你要住向 前提就是先取向 我们一直讲住向 住向的前一个步骤 就是我取向了 取向的前一个步骤 就是我动心了 了解吗 我遇到任何一个境界 风的吹动的时候 我心动了 我心动了六根 把外境就射受回来 这个叫取向 然后这个境界我喜欢 我就心停留在那个地方 那个叫住向 甚至那个境界我称恨 境界去了 我的阿赖眼里面 还有那个境界风 在扰动我的情绪 让我心里面有 愤愤愤不平的感觉 所以于一切处而不住向 前提就是你不动心 那一旦住心就一定有好恶美丑之点 然后就会激发自己的爱 正取舍之心 这都是一气呵成的步骤 所以于比向中不生正爱 亦无取舍 取向就住向 一住向有没有 就有爱正取舍 不念利益成快等事 安闲田尽 虚荣淡薄 此名一向三昧 所以看起来这么好像 讲了这么多 文词很优美 其实就是教我们不动心 不动心是大圣起信论讲的 正念真如 不动心是我们十条大院里面讲的 诚心保守 所以我们天天念十条大院 我们天天背十五条佛灰 还要默念三宝 第一宝什么 第二宝什么 我们想到他之间的关联性没有 回天不是要默写这些东西的 回天是从这些东西里面 测验我们的火候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平常新世道 禅就是新的意思 那我们回头讲 我们最近读到王后宁的内容 他十六岁做工的时候 不是有同一个工人团体里面 有人看他不顺眼 一直找他麻烦 欺负他们 引起其他的人的不平 想要帮助王后宁先生一起反击 王先生说我不怕他 我只是因为自己在外工作 怕我母亲担心 所以我不愿意去跟他产生任何冲突 所以王先生的一个忍辱会让 反而感化了这个人 人家六多波罗蜜的忍辱度称会成就了 你那个忍辱就表示你不动心了 我动了心我就什么忍不下这一口气嘛 第二 刚刚提到在高石家降家做工的时候 那个东家的太太实在也够邋遢了 狗在屋子里大便 然后把大便 孩子在屋子里大便 大便也不清扫 就让那个狗进来吃 吃到一半别人该吃饭了 把狗赶出去 然后用罩子把那个粪便带起来 所有人就在那个屋子里面吃饭 今年每月下来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臭气熏天啊 别人都忍不下 所以高石家找不到做工的人 王先生在那边练出了六根不动 心不随进转 这就是定功 这就是财 所以后学刚刚才提到嘛 你将佛法用到生活当中 你能够转烦恼为福气 王先生不懂佛法 他只是告诉自己 我很幸运 因为我不过来这边做工 我停留的时间很短 那个娶到这种女人的高石匠啊 他这一生才悲惨 他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 他就忘掉了自己 所要承受的那种困境带来的挫折感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在一切劲里面学会安顿自己的心啊 读这么多 王先生他在不同的年纪做不同事情 面对困境 他是用什么思维的模式去突破那个困境 他就是在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如何去成就你我的界定会三学 接着进入到新的内容 第七节 十九岁 他就有一个蒙古女人 有一个姓李的东家 东家就是老板 到四十岁了 还没有儿子 不孝友善为后 无后为大 华人世界共同的一个观念 那为了要传宗接代 他就娶了一个蒙古女人做妾 很幸运的立刻生下一个儿子 但是生下一个儿子 大老婆就不高兴了 他就是因为自己不会生育 先生采取借 那这个蒙古人不会用煤炭煮饭 后学小时候用过煤球煮饭 所以知道他很艰难的 因为那个火候掌握不好 那个饭就很容易煮得半生不熟 这个蒙古女人在蒙古 没有用过这样的一个烹饪方式 当然他在使用煤球煮饭的时候 就没有交出好的沉浸单 那个大老婆也不愿意 去私底下去引导他 就要看他的笑话 那这个李东家呢 就请了很多工人 那你要管工人的三餐 所以每一次工人吃饭 由这个妾蒙古女人在煮饭的时候 饭每一次都煮得半生不熟 工人就会抱怨 于是这个李东家 抬手就打 开口就骂 那个大老婆在旁边 就觉得满心欢喜 谁叫你生了一个儿子 看起来就让我很刺眼 有那么一点邪私怨 要报复的意思 所以这个蒙古女人 不会因为她生了儿子 她的身份地位就有所不同 她始终不能适应中原又没求煮饭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王凤梨先生 他早就听说了这个情况 所以他刻意的去这个李东家里面 去做长工 工人一做都是做一年 别人都不愿意过去了 因为每一次遇到吃饭有没有 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也不会因为你打她 她下一顿饭就煮出来 基本上她是根本不会操纵那个火 你看王先生 他竟然主动要去帮人家解决问题 那王先生他做工的态度负责 早就名声扬在外 所以李东家也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过来 他们家里主动申请做长工 所以第一天他过来的时候 他特别陪着王凤梨一起用餐 要不然是老板在一个房间吃饭 工人是在火计房吃饭的 你看他多看重这个王凤梨先生 然后很不幸的那一天的饭 又煮得半生不熟了 那李东家寻惯力 开口就骂 抬手就胆 这很像有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我们孩子小时候 然后父母如果个性不好 讲一遍讲两遍 教不会有没有 我们大概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对于那个孩子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这个蒙古女人很可怜 那揍我的孩子 其实小的时候也蛮可怜的 那王先生就故意跟那个李东家讲 你不要骂他 这样的饭硬我最喜欢吃 还刻意多吃了一大碗 这个李东家心就放下来 原来他喜欢吃这样的东西 所以那段时间 他就没有骂这个蒙古女人 然后偶尔遇到下雨天 不能够外出做农活 王先生就把这个煮饭的工作揽下来 然后请这个蒙古女人在旁边 他教她怎么样用煤球 煤火煮饭 可以把饭煮得香喷喷的 这样用心的调教 半年的时间 这个蒙古女人用煤火煮饭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各位前嫌 换成是你 你要吗 换成是我 不要 碰到下雨天 我刚好领工钱 不做事 多轻松啊 我还去帮你煮饭呢 我做一年工 我就离开了 我管你那么多做什么 可是王先生 你看他有没有大圣菩萨的慈悲心 所以读王凤怡这本书 你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般人看待 他虽然没有经典那么艰深 可是他在在处处呈现的 就是一个菩萨的精神 然后呢 这个王凤怡 王先生 还趁这个李东家 他在心情愉快的时候 就告诉他 说这个蒙古女人 替你生了一个儿子 他毕竟是从蒙古过来 我们中原的习俗 他不习惯 他离家乡那么远 这里他人生地不熟 你如果常常骂他打他 对他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他就劝这个李东家 要和蔼的对待 那个所谓的蒙古女人 李东家才讲 其实我也不想打他 我也不想骂他 但是他每一次把饭煮熟 煮生了 没煮熟 我怕工人闲啊 没有力气做活啊 所以我只好先打他 打给那些工人看 所以对于这个王凤鱼先生而言 他换了一个地方工作 他领他的工钱 可是对于蒙古女人而言 这个王凤鱼先生 就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贵女 彻彻彻底底帮他脱离了那个生活当中的痛苦 所以从今以后 那个李东家就跟这个蒙古的妾跟他的儿子过着很快的生活 因为是王先生的一个功劳 所以最后一年工作起码 这个李东家就跟王凤鱼先生讲 而今而后 你不论在任何地方 遇到困难 需要人家帮助 你过来找我 只要我做得到 我绝对不拒绝 因为你这个人太可靠了 我家里今天的和谐也是英文人 所以他走过的地方 像春风话语一样 那各位前嫌 我们走过的地方 像什么呢 这不都是我们可以思维的吗 我们也曾经在学校读书 在职场工作 也曾经跟左邻右舍在交往 有没有想过 我们跟别人离开以后 别人怀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来看我们 是满心欢喜 终于等到你离开了吗 还是有一点点依恋不舍 这都取决于我们 做人处事的一个态度 所以读这一本书 实在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地方可以发人深思 那从王凤鱼先生 对应李东家的一个态度 或者要补充我们孝经 世君章里面所谈的内容 来印证王先生做的事情 跟圣人之教完全是不谋而合的 他说君子之事上也 尽私尽忠 他说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 他在跟上位者领导者 在对应的时候 他要想到如何去尽忠职守 退私不过 然后当他回到家里面 富贤在家 他要去思维 他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做不好的 然后江顺其美 荒旧其恶 故上下能相亲也 这一句话最重要 江顺其美 就是上位者有一些事情 他希望去完成 我们做下位的人 就应该尽心尽力的去辅导 去帮助他 包括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 他也是上下的一个分别 包括今天你我在道场上面 虽然我们都是 志同道德的修行人 但是为了半道的一个方便 他还是要有一个 直别的一个分别嘛 我们对于上位者的一些事情 交办的事情 要尽心去做的 那下面就是匡旧其恶 何谓匡旧其恶 当你面对着上位者 有一些言行不对 你有没有勇于跟对方借言 多半的人不做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跟我又不相干 我做了 我讲了 我就惹人愿了 可是这样是不对的 各位前仙 尤其在道场上面 逢迎胎马之辈 我们不要去交往 那对你没好处的 那我们给人禁言 只要你注意到时间 注意到自己的态度 注意到场合 注意到措辞 我们佛规一路不是有讲吗 尊前提后 尊前有道 何谓有道 荒就其恶 可是我从过去到现在 这样的人我真的很少见 所以后学过去的那个道场 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变动 因为前辈子走错了 没有一个讲师跳出来指证 只有一个站在台上的我 多悲哀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永远记得这个残酷的事情 所以这种事情就让一个道场 完完全全的分裂掉了 有一些不明事理的道清 他对于对错 他分裂的不清楚 就盲愁 他的发生会运就断了 而且这一次的走偏 会影响他未来生生世世 永远会遭到魔道的一个射手 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个危险性 如果你了解事情的严重性 你会希望自己沉沦到这样境界吗 你不希望你就应该要去做 所以记得 以后的道场千变万化 不要只是去做事 面对一些与毅力有备的事情 你应该要勇敢去说出来 他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尽忠 所以我们在研究王凤言行录 透过他每一个章节里面 所示现出来的行为 我们如果有读过其他圣贤的经典 你几乎都可以拿到相同的篇章 去做一个呼应 所以王先生对于吕东家算是尽忠了 于公于私他做得相当完美 所以于吕东家而言 王凤言先生就是他全家的一个贵人 八节二十岁 二十岁赶化内东家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他在做长工的时候 碰到一个东家的老板的妈妈 脾气暴躁喜欢骂人 而且一骂就是几天几夜没完没了 这是昆道的一个特色 你很少看到钱到唠唠道道 没完没了 那个昆道有没有 读书读不来 那个相同的话有没有 他就反反复复讲 他永远不嫌烦 那这一位东家奶奶老板的妈妈 很喜欢骂人 小事也能够连骂自己的孩子 骂个两三天 那一年到了四月份赶庙会 按照惯例 做工的人做半天 下午就休息 那这个东家奶奶就希望 趁他们休息之前呢 能够种上一旗 一块地的玉米 就派自己的小儿子去田里 去告诉王凤言他们 告诉这群工人 就小儿子去现场看了 一看有没有 没讲话就离开了 所以没有一个种田的工人 知道东家奶奶心里在想什么 得到到中午的时候 把所有的工具收起来了 这个老奶奶跑到现场一看 一颗玉米都没中 那个火气就来就开始骂了 就骂他那个儿子 那声音大的前院后院都听得到 那王凤仪跟这群工人 就在那个工人房里面用餐 那大师傅来添菜的时候 来菜 然后王凤仪就问 还在骂吗 连问了三次 还在继续骂 你看这个人 个性多么粗暴 于是王凤仪先生 就跟那些工人讲 我们去帮他把这块地 给他种起来吧 不要让他骂到后面 伤了身体 王先生就做了这件事情 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那个老奶奶还特别跳出来 工事你们要做的 我可没有加班费哦 王凤仪先生说 没关系 不用加班费 是我们自己愿意懒得活啊 不会跟你多要钱 然后把工作做完了以后 他们要去逛妙会了 那个老奶奶又假作好意的讲 天都这么晚了 晚一点再 明天早上再去逛妙会 王先生说没关系 今天都是我们的时间 早出晚归也都无所谓了 这个老奶奶最后想一想 心里面过不去 就让自己的先生 拿了几条钱出来 给这个这一群的工人 所以你到最后 王先生他们也没有吃亏啊 可是往往我们都是事前 把一些事情算计得太清楚了 这不是我的工作 下工了我就应该不要多做了 我们就是唯恐吃亏 所以我们永远占不了便宜 王先生他处处有料 都愿意吃亏 你发现他还没有一个地方吃到亏的 所以我总算能够完全体认出 过去老一辈常讲的 吃亏就是占便宜 我也永远记得自己刚加入夫家的时候 因为公公讲这一句话 我开口就去点他了 吃亏就是占便宜 这是谁说的话 亏已经吃了 便宜在哪个地方 老人家有没有一生老实 从来也没有想到命这么好 取了这么一个尖牙立准的媳妇进门 所以一时之间无以回答 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我 我就开始给他上课 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在民国87年 现在是2024年 过了27年的年头 所以如果晚一点 晚一点这个 去跟老人家顶乱这句话 经过20年后 我再来讨论 我是认为 真的很吃亏的人 其实都是占了大便宜 光讲一句最简单的礼语 人善人欺天不欺嘛 你不肯吃亏的人有没有 人饿人怕天不怕 然后这个老奶奶呢 请先生把钱送过去了 然后这个先生还又陪着 这个王凤怡这群工人逛庙会 欢天喜地的回来 王先生又特别交代工人 回去以后即便天晚了 还是要再多做一些工作 我们不要占了人家的便宜 所以从这件事情以后 这个爱骂人的东家奶奶 再也不会生气 然后还常常去别人 不要随便生气 他生气不好 所以人改过以后 他就会知道 改变自己是扭转 整个环境氛围最好的方法 可是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道理之前 我们都希望改变别人 改变别人 我们做不了别人的主人 所以回击过来的答案 常常让我们觉得 束手无策 因为你动不了对方半分了 你包括我们夫妻之间 包括两代之间 手足之间 朋友之间 同修盗伴之间 你想改变任何一个人 他会由得你做他的主人吗 所以真正在学到 要学会做自己的主人 去改变你自己就好 只要你自己改变了 外面的氛围 他一定会跟着改 因为这是佛说的话 佛说的话 他就是金颗玉玉 容不得任何人 换动他半分了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依教奉行 我们就能够拥有 我们想要拥有的一个生活的面貌 所以王先生透过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感悟 我们如果了解任何一个人 悟谁的道 谁就听你的话 这句话白话来讲就是 你对哪一个人 你有了解他的个性的时候 你就能够让他做一个巨幅的改变 我们不是常讲成全人吗 请问你 我们在出外成全人的时候 你对这个人有做过功课吗 你了解对方的需求 你了解对方的个性 你了解他处事的态度 你了解他对于道的一个认知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吗 我们有这样花心思吗 我们浩浩荡荡一群人就出去了 然后在那边茶匣泡开聊一聊 然后浩浩荡荡就回来了 你要成全人 你要花心思的 你要做功课的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我们跟大家都熟了 熟在表面上 你未必真的了解 他的心路立场 所以要成全人 你一定要知道 对方的需求在哪里 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他一个 翻不过去的那一篇 每一个人都有 在他生命的书册上面 他那一页永远翻不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遇到的困境太强了 可是我们人很容易犯一个惯性的毛病 你的盲点 我没有遇到 虽然我认为那个不值得挂在心里面的 你没有切身之痛啊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别人所有的遭遇 你都能够感同身受 而不要吃之以鼻的时候 你就能够激发出自己的智慧 引导对方 让他能够很心甘情愿的翻过那一页 那一页毁色的东西过去了 下一页就是 存在亮丽啊 所以成全人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功课 是很困难的 健康的生病的 有钱的没钱的 结婚的没结婚的 婚姻幸福 婚姻不幸福的 有儿没儿的 各位前选 痛处不一样啊 我们想过了吗 如果我们有仔细想过 你出去成全人的时候 你谈话的内容会更为丰富 人家会期待你的到来 因为可以跟你清新畅谈 否则每一次都在那边 哈拉哈拉来哈拉去 有没有 真的很浪费时间 那这一个东家 东家奶奶 从此不发脾气 照有说应该一家可恋 过去都是大家庭 有一天这个老板啊 东家就打了他自己的弟弟 过去在一个大家族里面 做长兄是很有威严的 不像我们现在 长兄小弟根本就分不出来 对不对 这个坐下面的小弟弟 也敢跟哥哥在那边吵吵闹闹 打打杀杀的都有人 可是过去不是这样子 这个东家打他弟弟 那个老奶奶有没有 看在心里心疼 但是又不能出面制止 就躲在自己房间里哭 王先生看到了 就跑去找这个老板 他就跟这个老板讲 我看你不是在教训你弟弟 你简直是在打你妈 你妈因为你打弟弟这件事情 躲在房间里面痛哭 你难道会不知道吗 如果你知道了 你还继续打 你这哪叫孝顺 所以孝字 真的很难做到 因为你除了孝身 你还要孝心啊 这个孝心就要跟孙在一起 所以孝顺孝顺 养其身而不能养其心 他都不叫孝顺 所以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 我反反复复的思维 没有思维这些东西啊 都觉得自己谈孝顺 是不输人的 我真的是这样认为 可是这些年在反复的 检讨自己的时候 用自己过去所做的 五人关系里面 每一个角色的扮演 来分析自己当时的一些的作为 曾经我引以为傲的孝智 就在这样的不间断的口析当中 他竟然荡然无存了 他留下了只是觉得 好像对父母还有很多的愧疚 我才惊觉 人真的是如果看到自己的不好的地方 他就是摧毁你傲慢自心 最好的一个工具 所以想到孝顺忠信理义廉耻这八德 我都不知道在五人关系上面 我是打二十分还是打三十分 所以有的时候 读王先生这本书 以为三十多年了 应该自己有所成长 可是还是留下了很多的愧疚 所以王先生 劝诫他的老板之后 他老板就停止了 对他弟弟的一个教训 王先生讲了这一句话 他说我做工的 我还管老板 说这个叫做尽忠 这一段经文跟我前面所讲的 尽私尽忠 会私补过吗 框就其恶 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一般人都是席而不察 才看不出俏妙 什么叫做席而不察 一件事情我们天天看天天听 你反而不知道这件事情里面 它存在了一些盲点 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就过去了 或许在下一堂课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我在道场里面看到了 跟各位前嫌做一个分享 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真的是需要我们处处用心 实时关心 我们才可以不断的去调整自己错误的思维 让我们有一个政治界 去安排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那这堂课跟各位前嫌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